小丸子 每一刻数秒都有一个成长时期 跳舞绕去观看也是看自己的奴隶 每一场风雨是大自然变化的呼吸 就这么放弃可能有结果的欢喜 大风吹不走 我雨在希望不会被惊喜 小丸子在哪里 快乐就在哪里 小丸子为了什么 闹情趣 小丸子的幻想世界飞往哪里 小丸子有时也会装到长臂 小丸子偶尔奔回 也想细细 世纪末的大预言 当然是真的了 是古代大预言家罗斯泰达姆讲的 是世纪末的大预言 罗斯泰达姆是谁 是不是你的朋友 他说的是古代的大预言家 他预言在1999年7月 所有人类都会灭亡的 太可怕了 为什么这个人知道所有人类会灭亡 因为他可以预知未来 那他为什么可以预知未来呢 我怎么知道 你想知道就去问罗斯泰达姆咯 我就是不知道上哪去找这个人 所以才问你猪太郎的 我怎么回答 那你自己去上猛鬼山 大声叫他 看他会不会回答你咯 最有性格的猪太郎 你好像很无奈 花伦你来解释一下吧 你们知道吗 在宇宙中有一种叫做 时空感应力的宝贝 时空感应力 这种力量可以感应到 过去和未来有关时空的 也就是说 透过这种力量 可以知道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事情 那怎么知道这种感应力呢 我想要啊 花伦同学你会不会啊 虽然我博学多文 但这件事我就不会了宝贝 而且这种时空感应力啊 是一种特异功能 不是人人都有的宝贝 什么话呀 真讨厌 各位我有事 我先走了啊 对不起了 但是罗斯泰达姆的很多预言 都已经应验了 说起来也是 是 今天有个电视节目是探讨他所做的预言的 真的 千万别错过 对啊 一定要看啊 哦 等等 这个节目今天晚上几点钟放啊 是哪个台 八点开始在十一台播放 他这么有兴趣啊 妈妈 你知不知道谁是罗斯泰达姆啊 什么 你知不知道谁是罗斯泰达姆 当然知道 那个大预言家嘛 啊 既然你认识他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介绍给我认识呢 我只是知道他 又不认识他 他很有名吗 是啊 他很有名的 妈妈 是这样的 你很想得到他的签名吗 你胡说什么呀 我为什么想要他的签名 他可以感应到未来的事情 妈妈 现在不是洗土豆的时候 有大事要发生了 妈妈现在的大事 就是要洗干净这些土豆 知道吗 妈妈她完全都不知道 宇宙的未来是能感应得到的 你自己更不知道了 姐姐啊 你知不知道谁是罗斯泰达姆啊 当然知道了 伟大的预言家嘛 啊 姐姐也知道啊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呀 真讨厌 是你自己没有知识吗 以后多留意社会新闻啦 是这样的 我也知道今天晚上有个关于他的电视节目 这件事一个星期前我就知道了 啊 一个星期前就知道了 难道你是罗斯泰达姆的私生女 啊 我跟你 这些星期都是爸爸妈妈生的 真气人 原来他们都知道 现在唯一希望就是我爷爷了 爷爷 你知不知道谁是罗斯泰达姆啊 好像是伊拉克的 那个是罗斯泰达姆啊 爷爷啊 他是个伟大的预言家 我都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个 不愧是全家最聪明的一个 那个预言家预言在1999年人类会灭亡 小丸子啊 小丸子啊 小丸子你仔细地告诉我 到1999年会发生什么事啊 快讲 快讲啊 这位老人家可能没到1999年已经去世了 骑着仙鹤飞到西天极乐世界享福了 这些事不用罗斯泰达姆已经预言到了 爷爷啊 是这样的 今天晚上有一个电视节目讲他的 是这样的 原来小丸子知道这么多事啊 现在总算心里舒服一点了 还有爷爷不知道这件事 为了满足自己而利用老人家 真是太过分了 节目开始了 妈妈 节目开始了 快点出来看呢 来了 还是看摔跤比赛吧 爸爸 难道你就不关心人类的大危机吗 好了 节目开始了 大家安静一点吧 我们这个世界 到1999年7月 会有一个可怕的魔王 将军降临地球 到时候这个白发魔王会控制世界好多地方 会引起大地震 火山 海峡 这一段就是古代大预言家罗斯泰达姆所预言的一部分 这一段高深莫测的文字 就是说在1999年7月 人类会遇到空前的大灾难彻底的灭亡 预言说到时候会有一个恶魔从天而降 预言所说的可怕恶魔是什么呢 不会是陨石吧 可能是核导弹吧 是不是飞碟呢 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著名的战补大师罗娜小姐 为我们战补一下到1999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罗娜小姐 请为我们战补一下好吧 是 这个人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能够上电视当然是个出名的战补大师了 我已经算到了 在1999年的7月整个世界真的会灭亡 连战补大师也这么说 到1999年7月世界就会灭亡了 他只是在重复罗斯泰达姆的预言 那到底在1999年人类会不会灭亡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女歌手山本年达为我们高歌 是山本年达呀 他也来唱歌了 我相信 我不相信 我相信 我不相信 山本啊 今天干嘛要唱这么古怪的歌呀 做一人挣钱难呢 哎呀 怎么办才好啊 到了1999年我们就没命了 我好害怕呀 爷爷 小丸子啊 你想所有的人消失只剩你生存呢 还是和所有的人一起消失呢 你挑哪样 我 想和所有的人一同消失 还是所有人消失只留下你一个人生存 你挑哪样呢 咱们 两样都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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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两样都不要 我要和大家一起生存下去 我要和大家一起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家都看这个节目 休息一下 昨晚上你们有没有看电视 导演看了 那个魔鬼真的好可怕 是不是真的会出现 不过到了1999年世界末日那个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都34岁了 对不对 34岁了 那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生存好久 真是傻瓜 我们到了34岁那个时候 应该成家立业和老婆子女 我们已经过着幸福的生活了 对 怎么你看得这么远 不知道那个可怕的魔王是什么样子的 是什么样的 肯定很吓人 可能像黑鬼大哥一样 让我送你归西 真是白费心 无论你们怎么绞尽老师也想不出来的 他是可怕的大魔王 怎么能随便让你们想出来呢 你也想不出来吧 先生 其实罗斯泰大魔的预言 是在一些高深默色的诗篇里找出来的 通常呢 是在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之后 人们才可以体会到他所做的预言的 为什么他不把这些预言写清楚一点呢 其实有诗篇也没有用啊 因为不知道他讲什么 就算看出预言了 也要事先预防悲剧的发生才有用的嘛 对啊 如果清楚了也不用我们担心了 1999你现在太遥远了 我虽然是你们的班长 但是我做不了什么 我好难过 他哭了 根本就没有人想过要你帮忙 嘿 宝贝 你们还能讲 罗斯泰大魔预言 1999年是件末日的那件事吧 宝贝 你有这么高见 是啊 到时候人类都会灭亡了 太可怕了 我怕的魔王会出事的 让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操纵自己的生活 这是违反自然的 最重要的是把握现在嘛 但是现在我们好怕呀 没错 是这样 难道你们认为 目前还没有比 罗斯泰大魔那个时候重要吗 宝贝 当然了 人家都说那个预言很准的 没错了 华伦 难道你以为 有很多箭 到了1999年那个时候 你就能躲避这场全人类的大灾难吗 啊 华伦同学 啊 我的天哪 我没有这样说过 猪太郎 自己的未来 都是要由自己去创造的 好了 宝贝再见了 各位同学 明天会有一次数学测验 你们回家要复习 只要做了八十九页的题 就会合格的 明白了吗 同学们 哎呀 又要测验真是讨厌 我最怕的就是算数了 我决定不复习了 为什么 明天要测验呢 反正到了1999年大家都会没命的 就算读书再好也没什么用了 啊 你讲的也挺对啊 就算明天测验一百分 到了1999年也都会没命了 这样又何必花那么多时间读书呢 啊 宾贝啊 你真是有独特见解啊 我对你的看法改变了 从来没有人这样夸过我 我回来了 小丸子 明天是不是数学要测验呢 啊 妈妈 你真是神通广大 什么都知道 是你同学小玉的妈妈告诉我的 啊 是吗 不过今天我不会复习了 你神经啊 乱说什么 如果不复习会得零分的 放心吧 你别小看我了 就算我不复习也起码有二十分以上 二十分和零分不都一样吗 拿一次一百分给妈妈看看行不行啊 零分是零分 二十分就是二十分 妈妈 你真是没有数学概念 别讲那么多废话了 快点做完今天的功课 好复习了啊 我不做了 反正到了1999年大家都会没命的 会不会数学不都是一样吗 根本就没有分别 我宁愿用点时间去玩 啊 就这样啊 小丸子 你别走 真是气死人 我一想到可以从现在一直玩到1999年 整个人都轻松了 我知道他就喜欢这样 小丸子啊 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啊 这么高兴啊 爷爷 你不必再为 俄罗斯泰达姆的预言担心了 什么 又是那个伊拉克的吗 算了 但我什么都没有说过吧 爷爷 好了 我算过了 整整可以玩25年 那做些什么好的 有了 首先要看完整套替当漫画 对了 上次看到哪了 在这 小丸子不吃饭吗 他去哪了 他说今天晚上不吃饭了 他说从现在起一直玩到1999年世界末日 是啊 他在房间里看漫画书呢 还有啊 他说明天的数学测验也要放弃 哎呀 我说爸爸 你去开导一下你这个调皮女儿吧 哎呀 这个罗斯泰达姆真是多事 真是麻烦 喂 小丸子 干什么呀 你不必来劝我好好复习了 我要像花轮同学说的那样 要抓紧现在好好地把握人生 所以啊 我决定从现在一直玩到1999年 还没用的 怎么说都没用啊 难道就由他这样下去啊 哎呀 大熊有叮当这个朋友就好了 他一点也不必担心1999年这个大灾难了 我和大熊差不多都没有用 为什么我就没有那只叮当猫呢 因为这套卡通片叫樱桃小丸子嘛 都快十点了 到时间睡觉了 小丸子 我看还是复习数学吧 不复习 到时候人类全都会灭亡的 就算读书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傻瓜 我问你 如果到了1999年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那你怎么办呢 如果到时候什么事都没发生 会怎么样呢 好 名语言家也有冤错的时候 如果到时候真的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话 那你不就是一个很傻瓜的成年人了吗 好傻瓜的成年人 不得了了 到了21世纪还没有见到人类大灾难呢 哎呀 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样呢 你就是桃子同学吧 我没猜错吧 你认错人了 我不会的 我绝对不会认错人的 你就是我小学的同学 樱桃丸子 我说不是了 娃娃同学 小玉 是你呀 小丸子 为什么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没什么 是因为罗斯泰达姆的一句话才 1999年还没有到 没有人会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明天测验成绩差呢 你就会被别人大骂一顿了 这样啊 没办法了 我正好复习一下数学了 好了 哎呀 第八十九页 现在的小丸子 希望大预言家所做的预言 是预测明天出些什么题目 而不是1999年这么遥远的事 怎么难做呀 怎么那么多数啊 怎么办呢 各位同学 现在发放昨天的测验试卷 叶春同学 是 尚川同学 是 齐腾同学 是 有65分 哎 姐姐的话令小丸子这次不用吃鸭蛋了 但是冰智就惨了 成功地捧一只鸭蛋回家 想学时间 我不爱胡闹 我是最可爱的宝宝 爸妈为我的 嗄哩爸嗄哩爸 天天会长大 嗄哩爸 嗄哩爸 不是小傻瓜 嗄哩爸 嗄哩爸 偷迷将会变模仿 爸妈为我的 嗄哩爸 嗄哩爸 各自开张叫 嗄哩爸 嗄哩爸 一把臂 保持上万次不放 听起来满一颗小樱桃 有它作伴 夸落总不缺少 必须所有问题都让人发酵 看见所有事情都感觉奇妙 悲伤酸出 能把我吓跑 上学时间 我不爱胡闹 我是最可爱的宝宝 帮忙为我的皮巴皮巴 天天会长大